半十分啊,家里来了一个大哥啊 大哥,您是哪个地方的? 我是江苏江阴的 江苏江阴的是吧,住在哪个小区啊? 就是这个小区啊 是我们太阳立湾的 对,我听我姑妈说,她说你经常发表视频 我过来,我先跟你聊聊 聊聊聊,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 我那想问,就是我今天到那个后门的那家,聊老板那家 哦,我们就那个叫房屋管家是吧 对,他跟我讲,他说我们也聊到那个海水的污染问题了 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你每个星期都要去测的 我是五天一去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先了解一下我们这笔的海水测试的情况 哦,我好像是三月底吧,三月二十五号好像是 或者是四月二十五号,我都记不太清楚了 应该是三月二十五号,我买了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辐射检测 那么一个仪器啊 据说这个仪器呢,是这个国家全民部门认证 通过欧盟的认证的那么一个东西啊 嗯,然后呢,那里后呢,咱们就挺新奇的啊 就到海边测测去呗 主要是测测这个 它是测伽玛射线,α射线,什么射线,靠射线来测 所以不用把它泡到水里面去啊 那么跟水跟前,因为所泡过的地方 它自然肯定就要有辐射 如果有那个核物质的话,它就肯定有反应啊 嗯,当时测的时候呢 大概那个,它是这个单位叫威西福 嗯,就每小时威西福多好啊 这个国家标准啊,就这个标准是低于0.50 威西福呢,都是安全值 咱们测的时候呢,咱们,呃,银潭海边的话 大概就是最高值吧 大概就是0.3,3132的样子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平均值啊,都在20左右 有的时候是,呃,178,有的时候212啊 就是这么个值,瞬间的话,它有变化 呃,然后呢,咱们隔壁呢 呃,住了一个北京的一个教授 他呢,在北京的时候呢 他也买了一个那个测试仪 呃,跟我的牌子不一样,呃,是黑色的 他来了以后,我们交流了 他说,因为我们对了一下啊,就对了一下 因为咱们这个大自然啊,就存在的辐射 并不是说是海里面有辐射 大自然,包括山上啊,包括这个陆地啊 什么地方都有辐射 只是这个辐射值呢,呃,在一定的范围内都是正常的 那么它在北京测过 北京的平均值呢,也就是20左右 那么和咱这里是一样的 呃,这个网上呢,有人传的倒是挺闲的 说是挺玄乎的,呃,就是说是 呃,日本的河废水,对,已经到了咱们 这个,濒临咱们那个,咱们中国的沿海 沿海,所以说这里可能海水会受影响 但是从我这个持续测这么两个多月时间啊 开始一天一测,后来觉得变化不大 所以就没有必要一天一测了 就是五天一测 测的结果呢,就是呃,基本上是呃,在平均值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甚至比我低,开始测的时候呢,还要低一些 就还要低一点 比如说我开始测的时候,开始那些日子的话 最高值是0.32 现在的话最高值也0.30131啊 或者是0点,呃,就是 就素质也稍微低一点 所以说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是仪器它不会说话嘛 对不对 呃,而且我有参照 有别的仪器给我参照 咱这里,呃,和这个威海那边啊 威海也有人测 我看他的素质 他没有一个平均值 他说,他就是在一弄 他就是说个素质 10几,0.10几啊 比咱这低 他还要低啊 他还要低 但是他那个低呢 我就说他 他是不是个平均值 那么低的时候 我的时候也有七八个 也有就瞬间啊 有的时候高有时候低 他的变化中啊 是个变化中 那么我不能 因为我也没看到人的仪器 他那个仪器有没有平均值 有没有最高值 他都没说 他每天都测 但是他的素质就是 0.12啊 0.15啊 就比咱这要低一点 咱这平均值的话 是0.20左右 是吧 但是雷达20已经很正常了 我到了 就是在中途啊 我曾经到过咱们 文灯的内陆啊 内陆 离这海边 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 呃 那个地方我测了一下的话 那里还比海边的还要高 呃 素质比海边还高 所以说对海水 这一块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过于的担心 啊 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 我舍舍忘忘 你听没有 我关键就是要来问一下 就是这海水的那个情况 嗯嗯 其实呃 我看国家最近公布了这个 呃 国家一些主要城市的一些 这个 这个辐射的一些情况 呃 这个那个素质的话 和这个计算单位不一样 嗯 他呢 可能是好喜福 嗯 基本单位不一样的话 也都是在国内啊 都是都是安全的 都在安全范围内 没有大的变化 没有大的起伏 呃 觉得也挺奇怪 说是 这个河屋 水一块过来了 为什么没有大的变化呢 那国家有公布 有公布这吧 就包括西安啊 包括内陆的一些城市 呃 包括比如说咱们的大连啊 咱们威海啊 咱们广州啊 好多地方都有那么那个 这个素质 前来一会儿我刷到了 啊 没什么大的变化 没什么 那就 对 我主要就是来了解一下 来这个问题啊 对 对 对 您是 这类的业主是吧 对 是打算在这儿常住吗 还是怎么弄 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啊 对 哦 这样 我接个电话啊 在这儿早就买的房子吗 早就买 我们买房子 后面的高层还没 还没盖 还没盖 我看您这个还挺年轻 还没退休吗 退休了两年了 都退休两年了 看你们南方人显得少想 我这是去年开始过来 去年也住了两个月 住两个月 基本上都是两个月到三个月 那你觉得这是怎么样呢 很好的 那你当时就对这个辐射问题有所担心是吧 我们呢 这次过来呢 就是 你关键 要了解一下 那个辐射问题了 关键是这个海鲜 能不能吃 你像这两天 你像这两天 今天的那个海鲁鱼 海钓的鲁鱼啊 都很好 价格也便宜 但是呢 不敢买 我曾经啊 到海鲜 就是咱们赶集的时候 我拿的一切 到这个就是 卖海鲜的这些鱼啊 这些海龙啊 这些这个扇贝啊 这些这个 包括这个牡蛎啊 我都测了一下啊 素质都是正常素质 没有 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因为我把东西 我把仪器就放在它那个 比如说鱼身上 测一会儿 我看看那个素质 没有什么变 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和咱们正常的 大自然素质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 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咱也不是替日本说话吧 是吧 因为这个东西 它那个 那个核污染 肯定是个恶劣的行为 它排在大海里 对整个全世界的大海 都有所污染 那么 为什么 这些欧美国家 集体的禁言 不说这事 不提这事 难道是被日本买通了吗 我想也不会 对不对 因为人家也是这些人 他们也是特别的关注 这个环境保护啊 人健康的问题啊 那么他们也没有 出来说这事 咱们人呢 咱们国内的好多人呢 就不明真相吧 都有点恐惧心理 以至于现在 这种恐惧性蔓延呢 就包括您受影响 你不敢吃 包括咱们当地的一些海鲜呢 比如母粒啊 什么玩意儿的生产呢 可能今年也受影响 受影响 受影响 他们就是卖 卖的不如我年好 这都是人们一种恐惧心理 其实上是 咱们 我们就我 我觉得 既然咱们都撤错了 没啥问题 那有什么担心的呢 有什么可怕的呢 今天我跟那个海钓的那个老板 那个教练了一下 他说今年 今天 他卖那个海螺鱼 钓到的 他是卖15块钱一斤 那个两条 一条 基本上是一斤二斤三是吧 他说去年 现在掉了几条 也不要来卖 基本上是30块钱一斤 30块钱一斤 30块钱一斤 就被拿走了 今年15块钱一斤 还没能要 还没能要 这就是卖的不怎么多 对 所以说这个日本 这个小日子 这个核污水的排放 对咱们那个心理的打击要大 大于实际 所以说咱们其实好多人都是 我觉得就是说 不要被这种恐惧心理 说笼罩 因为他科学的看待问题 咱可以看周边那些情况 那人家吃的没事 咱们为什么害怕呢 而且这个咱们看那个地图也知道 他福岛是在日本的东海岸 他东海岸 按照洋流的话 他先到北美那边 他环流 随着大洋的环流后 到中国的话 他还有一定的时间和距离 现在按说的话 已经到基本上按照 过去说的话 4月份5月份就到中国了 可是现在测了以后 被大海一稀释 他基本上看不出来了 因为我个人认为 就是稀释的程度 还是比较高的了 因为经过这么多时间 这么多距离是吗 对 稀释了 稀释了对 就好比一滴墨水 放那个脸盆里的话 脸盆都给污染了 你放在一个大澡堂里面 他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大概也可能有原因 对对对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 咱们不要自己难为自己 科学的看待一些问题吧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如果家人们喜欢吃呢 就去买点 他们都认为 还是不要吃了 那也就算了 是吧 这好多人 咱们中国人喜欢 那个从重心理很强 反正是 既然说这个东西 好像是有这种 有这种影响了 那么咱们就不吃吧 就这样想 都不吃 其实对 你喜欢吃你就吃 不喜欢吃你就不吃 就像我平常不怎么吃海鲜 那我就不吃 对不对 你喜欢吃你就吃 不喜欢吃 你也别吃就行了 不能因为这个 这个事情出现以后 没有问题 你也害怕是有问题 那也不对了 自己为难自己 因为来了一个特新吃 海财品还没有吃自够 一次都没吃 没有 你也是被这个 这种谣言所影响的 对 实际上大家都吃 如果没问题 因为都测了 没有问题 大家吃吃 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也是有好处的 是不是 你当地这个海产品 卖得了 渔民生活 能够过好一点 有什么不好呢 当地经济也能发展 也能不受影响 否则的话 你既要影响到 这个海产水产业 又要影响到旅游业 影响到这个餐饮业 一系列都要影响 是不是 有问题影响也可以 没有问题 你还在影响 就不好了 那这样吧 猪肉跟牛肉 吃 吃到稍微多一点 改财品不吃 根据自己感觉吧 这也不能强求 是不是 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判断 反正在这个 我们这个测吧 也不是国家宣布部门 就是这个仪器 咱也没法和别人校准去 我只是和这个北京教授 教准了一下 差不多 两个素质差不多 那么不能说 我这个素质是个欢乐表 测出来都是第一 他的素质 那也不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他的和我的测的表 基本上的一样的 我们测出来的素质 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就没啥问题 好的 那我们下次再聊 好了好了 那一家啊